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由北京OA仪器独立研发的多样品同步浓缩解决方案 高通料真空平心浓缩仪 系统由真空泵 玻璃冷凝器加冷水机 或溶煤回收仪 以及最重要的组成 仪器开启前 实验人员可先将试管置于试管架上 装入不超过试管最大刻度一半的溶液 开启冷水机 设置温度 此时 然后将样品放置于仪器中 盖上真空盖板 设置温度 真空度 时间 样品开始浓缩 如中途需拿取或放置样品 可点击暂停 释放真空 打开翻盖 进行操作 实验结束 轻按 轻按停止键即可 如未开启预热功能 真空缝将随仪器同时开启 关闭 不需单独控制 二维APE 高通量平心浓缩仪 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 翻盖式真空盖板 操作更轻松 专利的翻盖式真空盖板技术 让样品浓缩工作更轻松 避免了传统平心浓缩仪 在装卸样品瓶过程中 繁琐的拆卸锁紧螺母 搬动真空盖板的痛苦 且上盖板具备加热功能 结合独特的蒸汽出汽位置 能有效的防止蒸汽冷凝回流到样品瓶 污染样品 第二 隐藏式均温水域 浓缩更同步 APE系列高通量真空瓶颈浓缩仪 采用隐藏式均温加热技术 水域槽中没有加热器件 水域均温性优于0.5度 保证了样品浓缩良好的同步性 内置观察灯透明PC水槽 便于观察样品的浓缩进程 具备防干烧功能 当仪器缺水时会自动停止加热 避免干烧产生危险 第三 一键自动补水使用更方便 APE系列高通量真空平行浓缩仪 一键自动补水功能 可以轻松的向水域注水 第四点 干式低温冷凝 溶剂回收更高效 APE系列不仅可以选择 一个传统的冷却循环水机 搭配玻璃冷凝器 对溶剂蒸汽进行冷凝回收 还可以选配ESR220S溶煤回收仪 对溶剂蒸汽进行高效冷凝回收 溶剂回收仪采用干式低温冷凝技术 无需使用冷却循环液 溶下20度低温 对溶剂蒸汽直接进行冷凝 特别适合低沸点溶剂高效冷凝收集 第五点 模块化设计 兼容多种溶剂样品瓶 APE系列真空瓶金浓缩仪 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以选配850毫升 450毫升 250毫升 250毫升 60毫升的样品瓶适配器 满足不同体制样品浓缩需求 第六 网络版智能软件功能更强大 AP系列高通量平行浓缩仪 搭载了7寸的彩色触摸屏 可以轻松实现水域温度 真空盖板加热温度 震荡速率真空度 工作时间等功能设置 可以选配WiFi数据交换功能 实现与实验室管理系统的对接 可设置权限 指定人员进行操作仪器 储存超过1000条的实验室数据 并可通过USB接口导出 方便记录 第七 支持真空锁定功能 当不确定明确真空度设定值时 可通过观察冷凝回收瓶内液体状态 到达合适真空度一锁锁定 使样品在合适的真空度下继续浓缩 第八 具备样品预热功能 防止过冷样品真空状态下加热产生的报废现象 第九 特殊设计样品屏 0.5毫升尾管和法兰屏口 便于样品浓缩的观察 以及增大密封面积 以上就是对二维真空平心浓缩仪进行的介绍 谢谢大家